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杨坤对周深嗓音的犀利点评囊娘腔引发的争议 确实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 这样的言论不仅引起了周深粉丝的不满 也引发了公众对于音乐评价和个人尊重之间界限的深入思考 对于音乐人的评价 应该基于他们的音乐才华 艺术表现力和对音乐的贡献等方面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的嗓音特点或者外貌特征作为评价标准 杨坤的言论无疑忽略了这一点 将周深的声音特点与性别特征联系在一起 这种评价方式是缺乏尊重和不专业的 李克勤作为另一位资深的音乐人 他倒回应我们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评价一个歌手和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声音和才华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这两句话不仅体现了李克勤对于音乐评价的理性态度 也表达了他对于音乐人的尊重和支持 这种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八年酒吧驻唱 五十五次拯破搬家 五年重度抑郁症 都是杨坤那些年所经历过的 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平凡人到穷的揭不开过的音乐人 他无数次想过放弃 但尽今儿的他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终于 在2002年 30岁的他 凭借一首无所谓唱红了大江南北 而他 也在一次次的成功中 逐渐偏离了本心 在肯定自己音乐人身份的同时 一遍遍地否认着身边的歌手 像刘德华 刀狼 杨幂 李宇春等都被他的口出狂言重伤过 而关于他的评价 也从有平静逐渐成为了褒贬不一的狂妄 如今 已经年过五旬的他 凭借一首在加纳公和国离婚 唱到了无数人的心坎中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位狂妄音乐人的那些年 一 无法忘花的爱人 在和张碧晨深情对唱悲伤情歌在加纳公和国离婚时 杨昆红了三次眼眶 次次都让人感受到了他眼底那份无穷无尽的悲伤 在还没有成名之前 他只是诺大的北京城中一位极极无名的酒吧助唱歌手 入不敷出的生活 令他有些喘不过气 直到遇见了令他一见钟情的女孩之后 他才有了继续奋斗下去的动力 但那时的他 是人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 而女方则是一位优秀的舞蹈演员 每个月还有着一千多块钱的工资 于是 两人在一起后 他们的日常开销便全部出自于女方 吃在女方那 住在女方那 日子虽然拮据但也算是幸福 这样的生活 他们一直维持了三年年 但很长一段时间 杨昆的事业依旧没有起色 经济状况依旧不履为艰 而他们身边的人 也逐渐不太看好他们的感情 包括女方的父母 久而久之 就连女方自己也坚持不下去了 之后 这段令他刻骨铭心的感情 也让他写出了无所谓这首爆款歌曲 直到两人分开八年之后 三十岁的杨昆 终于有了挽留他的资格 但物是人非 错过了就只能错过了 后来 他从朋友口中得知女方已经因病离世 悲从中来的他 创作出了《爱河金出》这首歌 送给了曾陪伴他走过落魄人生的女孩 啊 不可忽略的薄乐 其实 在没进入歌手这一行业之前 杨昆的条件并不差 中学毕业之后 他不想再继续上学了 父亲为了能让他有一技之长 便让他去钢铁公司做汉工 钱工等 虽然工作比较辛苦 但对杨昆来说 也算是一个正式工作 不过 雄华大致的他 却有一个歌手吗 1991年 正值当地的吴景文工团招人 名额只有两个 一曲作罢的杨昆 赢得了满堂彩 而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其中之一 在部队里 他学会了吹萨克斯 以在班长的帮助下 在厕所里录了自己的第一首翻唱歌曲再回首 1994年 他患上了生代小节 在北京治疗的他 被医生嘱咐要休息三个月 但他没听 回到内蒙古的第三天就又开始唱歌了 后来 嗓子出血了 把他吓得不轻 但也因此因祸得福 意外收获了现在的烟嗓 在北京治疗的那段时间 他沉迷于台上唱歌的那些歌手 所以 在结束部队生活之后 他果断地来到了北京 成为了移民北漂 这一漂 就是七八年 期间 酒吧助唱的工资便是他的生活来源 为了坚持创作 他经常是上一个月班 歇两个月 歇着的时候 就专心于创作 在事业还没成功的时候 他和女友分了手 之后在机缘巧合之下 为歌后陈琳写了歌 并得到了他的举荐 从而认识了他的老公 竹树文化的老板 就这样 杨坤签约了公司 在2002年发了人生中的第一首专辑《无所谓》 同名歌曲《无所谓》还荣获了中国歌曲排行榜桂冠 2003年 他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 同年 还为冯小刚的电影手机演唱了主题曲 2004年 还参加了春晚 并参演了电影《十三月》 在陈琳的帮助下 处于起步阶段的杨坤也开了自己的演唱会 但就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 传出了他和竹树文化解约的消息 而原因竟是对沈永哥和陈琳夫妻店的不满 对于这个传言 杨坤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也并没有否认 在被问及和陈琳的关系时 杨坤则表示很一般 没什么深交 但这样的答案 也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因为从他的发展中来看 陈琳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伯乐 但从他的说辞中来看 似乎极于和对方撇清关系一般 言外之意也否认了陈琳的一切功劳 直到2009年 陈琳因情感问题 跳了牢 当天正是自己二婚一百天的纪念日 已是前夫的生日 在陈琳去世之后 和他关系一般的杨坤 也曾多次在节目中表达自己对陈琳的勉花 不仅如此 他还会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专门设置一个环节 来悼念陈琳 但如此双标的他 并不能得到观众的理解 面对网友的之一 杨坤也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同陈琳一样 他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严重到一个月狂瘦15斤 但其实 抑郁的源头 多数都是来自于他的口出狂言 三 目中无人 2004年 刀狼作为一位野生歌手 横出江湖 从唱腔和风格中来看 刀狼与其他歌手完全不同 但过于标新利益 总会被旁人当作眼中盯 那应便是其中之一 他曾公开表示对刀狼音乐的不满 而杨坤作为他的好朋友 自然也和那应达成了一致的观点 直率的他 在风头被刀狼掩盖时 毫不避讳地评价着他的音乐 他有音乐吗 你认为他那是音乐吗 并直言让我来唱 不会比他差 此话一出 瞬间引起了众怒 而这件事 只是他狂妄地开端 2008年 在北京开演唱会的他 再次发表了让众人不满的言论 当时 他被询问到会不会邀请田振 杨坤直接脱口而出田振 我不认识 但田振作为圈内出了名的歌坛一把 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 而他那句话百明了 就是在逃避问题 加上那英和田振之间曾有过矛盾 所以 他的这句话或许也算是在变相地维护那英 之后 在快乐女生大火的时候 李宇春成为了最终的冠军 在一次访问中 他被提问到对超女冠军有什么看法 他直接来了一句一定不会唱歌 后来 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 杨坤也凑上了热闹 但他偏偏喜欢在酒后发言 对着华语乐坛指点江山 2020年 直播中的他再次掀起了歌坛的一针腥风血雨 他评价多七亿人刘德华 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歌手 此番言乱 自然激起了华仔粉丝的强烈不满 随后 他在一次活动上 遭遇了当场难堪 明明台上站的是杨坤 台下的观众却在齐声高喊着刘德华的名字 此番举动 也算是对他不当言论的强有力反击 而这场闹剧的最终 杨坤不得不当面发声 但他只是将过推在了网友的端章取义上 就这样 他与华仔的恩怨持续了将近一年 凡是直播或者视频 总会充斥着满屏的刘德华 终于 他被网友的围攻折磨得受不了了 直言我也是他的粉丝 还表示如果视频的点赞爆了 他就改信杨德华 最终 这场恩怨在这条视频之后逐渐飘散于时间之中 但他并没有吃一欠掌一掷 反而继续久后大放厥词 不过 在网红神取惊雷这件事情上 由于对方的资历过于薄弱 杨坤算是占据了上风 除了公开迪斯一些专业歌手之外 他还曾对杨幂的唱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称杨幂必须假唱 因为真唱他可能没法唱 至于和刀狼之间的恩怨 则是2023年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刀狼发布了新歌《罗刹海事》之后 他和纳英的名字也再次被观众骂上了热搜 但他在网友评论下的留言 却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在好友沙宝亮 火海拳看来 杨坤算是一个老顽童 在他们心中就像孩子一样 但过于自我的性格 绝不是年过五旬的他 应有的样子 保持自己的意见固然是好事 但过于狂妄自大 不见得有多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事件 敬请关注哦 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